因為小刀他揮刀非常多人 包括羅志強也有跟他這個隔空護槓 但我們先來看一個別的 因為陳玉珍有一陣子稍微比較疼到對不對 好像沒事了但是沒有 他的挺郭的心意其實一直都很堅定 那之前講說什麼他自己去打聽的立委 我記得他應該講說十七八個立委 是支持郭台銘的 那當然跟黨中央的數字都不起來對不對 現在他會講的一個事情 他說我跟你講有八成的議長是支持郭台銘的 然後黃子哲跳出來講說 這個叫真亂 陳玉珍之亂 你又來亂了 你又來亂了 然後說你公布名單 不然你這個就叫做假消息 然後後來陳玉珍就講說 那我們為了遵循侯伴 我就說全部議長都是支持侯友宜的 是什麼意思呢 國王的心意真美麗 就這樣子隔空的嗆聲 那我們這邊點出來好幾個 許修瑞 苗栗的李文斌這個是新竹市的 這是苗栗的 這個是彰化的謝點玲 還有南投更不用講何勝峰還甚至為此退黨 張榮衛這是前議長 然後周典論屏東議長 紅雲點是金門的議長 他們其實都有非常多在公開的時候都講他們是挺郭台銘的 現在在說八成 你告訴我八成的議長是哪幾個 不然你就是假消息 真的要弄到這個程度嗎 因為我們叫八成怎麼樣或什麼 我不知道陳玉珍他是不是有一個根據 他是講了一個這樣的大概之後 沒想到又掀起自己人 就這樣又抬來抬去 這就是黨同伐異嘛 現在其實我覺得在723以後 整個全代會結束以後 國民黨挑戰金小刀的人會越來越多 我為什麼要這麼講呢 因為大家以前是臣服在金小刀以往的快狠準 快狠準就是他跟馬英九不用報備 只要覺得這個人對馬英九有二心 第二天他只要死個眼色 這個人就離開了 就被處理掉了 所以金小刀才會這麼可怕 那當金小刀被侯友宜請出來說 我想侯友宜為什麼找金小刀 倒不是金小刀曾經有慎選的經驗 他覺得金小刀應該有能力跟朱立倫抗衡 因為朱立倫根本不太甩侯友宜嘛 你跟我要組織 我跟你講說 我們本來就是一體的要什麼組織 你叫我來當金小刀總部主委 我說我是總教練的 我就是幫你的 我還當什麼主委 就是侯友宜有沒有起過朱立倫 有 朱立倫不要 朱立倫為什麼不要 因為朱立倫看侯友宜大概八成 你也是八成是不是 大概八成就沒什麼指望了 那我不能輸了總統又輸立委 所以朱立倫打算自己來協助立委的操盤 如果朱立倫跟侯友宜綁在一起 那所有的去立委都不歡迎朱立倫幫他站台了 朱立倫不想再當一個不受歡迎的黨主席 所以所有的總統讓金小刀 讓侯友宜自己去玩 我來服選立委 總統輸了至少立委不要輸 這要贏嘛 我這個朱立倫才被罵得太難看 所以現在金小刀的權力受到挑戰了 羅志強開始酸他一下 然後開始等待 有沒有刀射過來 沒有耶 沒有刀射我耶 為什麼金小刀沒有刀嘛 金小刀只能針對侯伴裡面的人砍嘛 你能去砍國民黨提的區立委候選人嗎 你憑什麼砍 請問羅志強是你提名的嗎 陳宇貞是你提名的嗎 徐曉星是你提名的嗎 這些區立委是誰提名 朱立倫提名 讓我說朱立倫會不會跟馬英九一樣 金小刀死個眼射 刀就飛出去了 好像沒有耶 朱立倫講出政黨輪替大聯盟 或者講出所謂的執政大聯盟 金小刀居然這個刀射向朱立倫 朱立倫會甩你嗎 我黨主席又不是你選出來的 你是侯伴的執行長 你又不是國民黨的秘書長 就算是你要聽我的 我是國民黨的黨主席 這些區立委都是我提的 未來不分區的名單也在我手上 你金小刀以前我怕你 你有馬英九 現在我何必要怕你 如果侯友宜選不上 金小刀就變成最大的戰犯 為什麼 對外不戰對內戰 對內不團結 反而分散團結 所以朱立倫你早好替罪羔羊 如果後遇一敗選 金小刀就是最大的敗選的戰犯 而我朱立倫 只要我們的立委有勝算 不要勝算 比2020年高 我的區立委比2020年多人 我的不分區比2020年多人 我朱立倫就沒有敗 為什麼 因為那整個總統大選不是我操盤 是金小刀 這多麼厲害的一件事啊 所以我說朱立倫是金算師 當他在2024年的1月13號過後 他一致可以解決掉兩個人 第一個侯友宜 侯友宜解決掉了 關開了 對 第二個金小刀 那個國民黨背後的那把小刀就沒收了 那朱立倫我說句實話 他還可以老神在在 繼續在國民黨裡面呼風喚雨 為什麼 我2023 2022年的縣市長贏了 我的2024年我立委又贏了 什麼叫贏 只要比2020年多就贏 其實國民黨要超越2020一點都不難 因為2020的區立委 實在選得太爛 朱立倫就講 我不要全抓 我抓一部分 我不要全扛 我扛一部分 直接切割 把總統大選跟立委切開 所以呢 羅志強會出來講話 徐曉信會出來講話 未來講話會更多 為什麼 金小刀只能嘴巴放炮 所有的刀射不出去 因為刀在哪裡 刀在朱立倫手上 我根本不動嘛 稍後全台各地 如果還有其他的最新的現場 我們會透過連線 帶大家一起來掌握 剛剛講到議長的部分 到底是幾層挺郭台銘 這個幾層到底重不重要 我覺得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 就是 很多人 對不對 來 逸川哥來做補充 好 我們用這一張議長的名字給各位看 一個一個點名 這個綠色的 這個民進黨的 不挺郭台銘 這不用說 那看郭民黨的 台中 現在的議長叫張清照 但是台中有一個更大的議長 叫做顏清彪 所以台中議長 這個新竹 苗栗縣議會 李文斌 這挺郭台銘的 比較重 彰化卸電營 這也比較重 南投 和盛網也比較重 混臨沈總農 因為他最近自己有案 所以他比較不方便表態 比較低調 可是他還有一個更大的議長 叫做張榮慧 這個也算 來 屏東議長 周典潤 台中議長 大家剛才叫做這個名字 張秀樺 吳秀樺 吳秀樺 他哥哥叫吳俊麗 對 這也挺郭台銘的 金門 宏雲典 剛才有說過 新竹是許修會 上次的總共九個人 二十二個議會 九除以二十二是 百分之四十 所以 郁貞傑你說不定 他只有四成 四成也這麼多 如果靠著這幾個民進黨 這要一半 所以 這些議長挺郭台銘的這些態勢 是很明顯 當然最近 金門聰就還 就嗆郭台銘 說怎麼說 哎呀 你不太懂地方派系的生態 金門聰什麼時候懂地方派系生態 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他大概都帶著禮物去找人家 每次禮物進去 走出來的時候 議長都挺國民黨 那麼那個禮物是什麼 是蛋糕嗎 是芭樂嗎 還是葡萄 還是香蕉 如果有一個大哥來我們帶一根香蕉 旁邊有很多的拔鬧 我吹也吹是 所以 先補充 你以前說你很懂地方派系 那都是十幾年前 因為十幾年前 這些當議長的還在當議員 你還弄不到他們 只是現在 人家都經過十幾年 大家都大約 現在都做議長了 這一股勢力 如果慢慢在醞釀刀中 郭台銘如果在最後 接近八月九月的時候 如果他的民調超過侯友宜 他就會宣布了 但是我不覺得八二三 是一個什麼時機 八二三是 中國民國叫阿強稍微打 阿強來打 我們國軍事實抵抗 郭台銘你挑這天要做什麼 你不是要兩岸和平宣言嗎 你挑這天要做什麼 完全沒意 所以八二三是沒意 郭台銘要宣布的那一天 就是當他的民調 超越了侯友宜那一天 他才敢宣布 如果一直都沒有超過 他是不敢宣布 因為他 我覺得你這個論點 非常合理 是因為國民黨也是看到說 哎呦呦呦 差一點差一點 郭台銘要追上去了 一定要在517之前 訂案吧對不對 對 如果當時517之前 沒有趕快訂案 提名侯友宜的話 郭台銘就追上去 就喬喬 郭台銘他現在一定 每天都在做民調 他知道他的誰 誰做安話 所以他從 這次從美國 去美國再回來之後 如果他的民調往上跑 浩敬侯友宜 他就有機會宣布彰選 不過我覺得823根本不是 一個好的時機